我想先請內政部長 江部長 黃委員好 你好 部長 過去地基圖重測 大概都是由我們車輛總隊在辦理 現在目前 幾乎都委託給各縣市政府 自行去辦理地基圖重測 想要就叫我們部長 就是我們台灣前省 還有多少地基圖重測還沒做好的 好 委員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國土車輛中心主任來向您說明 好 謝謝 跟委員報告 那個目前到現在為止 從64年辦到現在完成650幾萬筆的重測數量 然後我們在前幾年的調查 這個比較需要趕快辦的 還辦到現在為止 還有170幾萬筆 還有170幾萬筆 那現在是不是幾乎大部分都是委託 各縣市政府自行在辦理 這跟我們報告 跟我們報告 這個不是委託 這個本來就是縣市政府依土地法規定的職權 原來以前各縣市政府自己要辦地基圖重測 那過去都是由我們 內政部 車輛總隊這邊過去協助辦理 那現在各縣市政府現在自行在辦地基圖重測 大概就是地基調查的部分 委託由民間的公司在辦地基調查 或者是有些地基測量的部分 也是委託民間在辦理測量 那政府站在監督的立場 我想要請教我們林主任 你有沒有下去督導 就是他們各縣市政府 目前他們所委託的地基調查的部分 或者是地基測量的部分 他們在這個整個實務經驗的部分是不是足夠 我想過去 車輛組隊他們的 不管是調查也好 或是地基測量的部分 他們的精度 他們的工作 認真的態度 我想我們都可以肯定 那現在目前在各縣市政府的部分 我想委託出去以後 等到一個測期結束 測期結束還不會發現說 到底他有沒有什麼瑕疵 或是他的精度 測量精度的不好 那等到這個後來再去復仗 再去復仗 慢慢的才去發現很多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在國土社會外衛生中心 這個部分有沒有特別的要求 就針對他們地基調查的部分 他們一定要經過某種程度的訓練 或者是他們的測量人員 他們測量人員 有很多是約固測量人員 那這些約固測量人員 是不是有啟德 比方說最起碼的這個 以及測量室的這個證照的部分 跟委員報告 以縣市政府自己本身做的部分 他的這個約聘固的人員 我們是在資格上都有要求的 他有委外的部分 那委外的部分 這一部分是 基本上他要辦這個業務 也是要有這樣的 過去有地基經驗的這樣的人員來辦的 來主政的 我想現在就是說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關於委外的這個 縣市委外的這一部分 我們在97年年底有做一個檢討 那檢討的結果就是 現在就是說 各縣市因為它對於外業的 就是說委外的公司 它的能力的問題 它不大敢相信 因為這個地基調查 它還是涉及到人民權利的部分 所以他們在縣市裡面 它要委外的評估 它認為不大相似 所以這個量在民燈的測量公司來講 它沒有辦法掌握 這個每年的辦理的量 所以就他人才的培育來講 測量公司它本身也是一個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互關聯的一個問題 好 林主任 我現在要告訴你的 當然這個是程序的部分 委外或是他們請約聘固的部分 那當然過去的這個重測的精度 我們大家都可以認同 那測量的最後通知的結果 發現有增減 那土地所有前人 他對於減少的部分 那他會去請求協調 那現在目前我們看到 因為他們測量的地基調查的 這個工作的這個 他們的技術的部分 就是調查 調查他的整個程序技術的部分 真的是我看非常的欠傑 在技術面的部分非常欠傑 那另外地基測量的業務 也是最後等到完成以後 才發現很多的錯誤 那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地基圖重測的過程當中 過去測量組隊 他們會將很多的國有土地 盡量的讓滿足民間的土地 讓他面積能夠盡量的足夠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造成很多的民眾的土地 他的面積減少 那面積減少的部分 那經過協調 甚至經過訴訟都沒有獲得結果 那當然有面積增加的部分 他現在面積增加 那假如是說 在比較清華區域 那面積增加 一坪都是幾十萬的 那增加的人他也不還 那所以因此很多的協調 甚至是到訴訟都沒有什麼結果 所以本席要求 現在林主任旁邊 我們的內政部長 江部長 就針對很多因為地基礎重測 所造成民眾土地面積的減少的部分 或是增加的部分 那你們當然 依照過去的法令 這個增加減少 經過最後訴訟 那一定是完成最後的登記 但是我現在本席要求 我們的部長 針對面積減少的部分 我們政府是不是可以去做補償 針對面積的增加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按照公告限制的部分 去跟他請他按照這個差額地價的部分 去交給我們政府 可不可以這樣做 向委員報告 剛剛我們主任有跟我講 這個問題三十幾年來都一直存在 政府確實也沒有辦法說有額外的土地可以去 去給予這種補償 但是所以大部分都是走司法的程序 所以剛剛我們彭造型 彭委員他在問 因為現在目前的這個土地重設以後 所造成的這個訴訟非常的多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很多是委外 地基調查也好 地基測量也好 他們的這個技術層面的部分不足 所以一直造成很多的 國際在災量總隊他們很多的經驗 我剛剛講他們可以將這個公有土地的部分 稍微稍微因為很多公有土地以前都是未登陸 所以未登陸的情況是 他們可以面積盡量的可以讓民眾的面積去滿足 那現在目前新的這些測量也好 地基調查也好 他們對這個方面的技術真的是非常的欠接 以至於造成非常多的這個人民土地減少 因為地基圖重設的人民土地的減少 那所以因此剛剛本期建議 我們南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就是 因為地基圖重設面積減少的部分 我們政府如何去補它 然後這個增加的部分 如何去請它腳叉而遞降 這個部分您是不是可以做到 向委員報告這個部分牽涉到因素很多 當然我們的測量也不管是本身的或委託的 它的數值高低 這是我們應該負責任要去督導的 但如果是日據時代 那麼經過幾十年下來 這個重測 由於這個時代的變化 測量技術的改進 這個如果說也要政府去補償的話 補償 那就沒有辦法 原則上他們都是按照這個指借啦 通知雙方的這個臨地的土地所謂的 共同來指借 那因為指借而造成的面積的減少 或是面積的增加的部分 當然假若是說有能夠有一個機制 就是剛剛建議的能夠政府 我要求他這個 繳差二地價 增加了繳差二地價 不足的部分 我們政府用公告限時去補他 所以在這個整個 假如是說有資金 互相補貼的部分 當然我們政府支出的部分 就不多嘛 但是最起碼可以解決人民的分爭的部分 這就必須雙管齊下 就是剛剛講這個差架的部分 也必須民眾願意繳交 可是我們不曉得說去制定這樣的規範 是不是能夠順利的通過 那個部長 當然了 因為假若是要對修法來完成這一項 還是你們邀請 就是邀請我們國主社會中心 要求我們國主社會中心 邀請 我們有地震市公會前年會 邀請他們或者是各縣市政府 對於地基礎重測的部分 再去做一些探討 因為本席發現這幾年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糾紛案件 送到法院去徵送的部分 所以本席非常期待 我們部長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要求 謝謝委員 我這個問題帶回去 跟我們相關的同仁好好的研究一下 這一99年度 預算解脫案的部分 我想本席在這邊 要就叫我們內政部這邊針對 對於冰藏的部分 冰藏的部分 我想補助各縣市政府或是鄉鎮公首 新建火化爐也好 或者是這個冰儀館也好 本席倒是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本席要告訴你 現在目前 冰藏管理條例頒布以後 都鼓勵民間的這個業者去做經營的部分 那我們內政部也應該一併的考量 去給這個合法的業者 或者是他所新建的冰藏設施 包括冰儀館或是納姑塔等等 能夠給他們做適當的補助的部分 我想這樣子才能夠真正鼓勵到民間業者 從事這個冰藏管理條例的一些他們對我們政府的一個投資興建的部分 向委員報告 我們對於相關業者 當然都有一定的輔導措施 但是大概不會用補助的方式 因為這是交給民間 他基本上是盈利的行為的 但是你政府單位還是盈利嗎 只是收了錢多少而已嗎 那本席告訴你就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既然冰藏管理條例頒布 那民間業者他一定要經過合法的程序 去設立冰儀館或是納姑塔 這個冰藏設施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政府也有義務要去鼓勵他們 去補助他們 去協助他們嘛 對不對 呃 向委員報告 我們對公立的部分是一定會有補助的 但是私人的部分好像私處無名 這個國庫好像不能補助 不長 本席告訴你 你現在在補助這個公立的部分 不管是縣市政府商政公所 你補助再多錢 再怎麼做 還是他的切實還是存在 嗯 好不好 那是不是可以去考量一下 好